这里是身边,各位好,我是立坤 最近来自湖北、江西、浙江三个地方的柑橘 齐刷刷的全都运到了咱们北京 我们的记者在新发地农产品交易市场里就看到 拉着柑橘的大卡车都排成了长队 等待着北京市民前去选购 可记者却发现,天天有人专挑捡坏了的柑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看到 一辆辆装满橘子的货车停在市场里 来这里买橘子的人还真是不少 大家都大乡小乡地往外扛着 可是记者也发现了市场里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每个人都拿着一个袋子 眼睛不神地盯着地下的烂橘子 时不时地还捡几个放在自己的袋子里 你这捡那橘子是吗 不是,我这是买的,我可不是捡的 买的啊,我是买的 不是,它这是便宜的 虽然这位先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在买橘子 可是却一直不敢面对我们的镜头 据市场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像这样在烂橘子堆里捡橘子的人啊 是大有人在 他们每天都会捡回去好几袋的橘子 而这些橘子呢 全都是在运输过程中腐烂或破损的橘子 大部分人都是捡回家自己吃的 而还有一些人会把捡回去的橘子 再卖给其他的人 也有人是做成糖葫芦卖的 不管您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卖给别人也好 这些所谓的烂橘子里的好橘子 我们能放心使用吗 有的橘子呢,外观看起来很好 没有什么腐烂变质 但是呢,指引一些微生物 特别是真菌 会快速繁殖起来 产生有毒物质 吃入了这种腐烂变质的这种橘子以后 对身体呢,伤害还是比较大的 最典型的就是拉肚子 看来啊,我们在买橘子的时候得多留个心眼了 如今橘子大量上市,品种繁多 究竟该怎么挑选橘子呢 我们也为您打探一番 现在上市的橘子呢,主要来自三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湖北秘橘了 也叫三峡秘橘 另外一个呢,就是江西南峰秘橘 然后再有呢,就是浙江领海的小叶橘 您看啊,这就是产自湖北的三峡秘橘 它的作点啊,就是个儿头略大 口感酸甜,价格便宜 每斤只要六七毛钱 如果您喜欢吃酸甜口了 买这种准备货 说完三峡秘橘 我们再来看看江西的南峰秘橘 别看这种橘子个儿头小 但是甜度十足 这种橘子的价格要稍高一些 在一块六左右 这种橘子的价格要稍高一些 形状上就主要是挑那发扁的就可以了 要说现在市场里最贵的 还要数这种浙江领海的小叶橘了 这价格大约在一块七八左右 这种橘子由于价格较贵 所以在品质和口感上都不错 您买的时候放心挑选就行了 随着橘子陆续大批上市 吃橘子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可是您知道吗 在吃橘子的时候还大有讲究呢 正常人一般来讲 每天食用三个橘子 就够它一天V生素C的补充量了 再有呢就是橘子不要和牛奶一块吃 因为橘子当中它含的果酸呀 VC比较高 它对于牛奶当中的蛋白质会产生结块 不容易消化吸收 人在空腹的时候最好不要吃橘子 否则它会对人的胃粘膜胃壁四周产生刺激